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 第387章 见到这尊雕塑 也选愣住了 因为这雕塑 与当初传他那 拔箭剑器的人 一模一样 难道这剑宗 是对方创立的吗 叶玄走到那尊雕塑前 雕塑下 有一行字 可惜已经模糊了 看不清写的是什么 就在这时 小灵儿突然飞了出来 叶玄看向小灵儿 小灵儿却抬头看向 雕塑男子肩膀上的 那只小家伙 看着那只小家伙 小灵儿眼中 有着一次好奇 叶玄轻声问 怎么了 小灵儿看着小家伙 许久许久 最后他咧嘴一笑 然后转身回到了 介于塔内 叶玄正要离去 而这时 塔顶顶端中间那柄剑 突然颤了颤 叶玄停下脚步 他看向面前那尊雕塑 他知道 这雕塑的主人 就是塔内那柄剑的主人 叶玄突然有些好奇了 好奇另外一柄剑的主人 因为中间那柄剑 与最右边那柄剑的主人 他都见过 而最左边那柄剑的主人 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没有多想 叶玄转身离去 这些人都是绝顶剑修 强大到超出了他的认知范畴 他现在应该多想想的是 怎么变强 叶玄继续朝里面走 一路上尸骸遍地 不一会儿 他来到一间破旧的大殿内 大殿内的灰尘很厚 到处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霉味 在大殿正前方 有一尊雕像 与外面那尊雕像一模一样 而这尊雕像 一点灰尘也没有 干净无比 叶玄走到雕像前 就在这时 他突然转头 在他右边那里 有名驼背老者 正在看着他 有活人 叶玄心中一惊 左手紧紧地握住了剑 驼背老者看了一眼叶玄 然后走到那尊雕塑去 他深深一脸 然后拿出一张布 开始擦拭着雕塑 叶玄轻声说 前辈 驼背老者反问 你是剑修 叶玄点头 驼背老者停了下来 他转头看向叶玄 已经很多很多年 没有人来到这里了 先辈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结果 你不都是已经看到了吗 他如此强大 为何他的宗门 还落得如此下场 还望 他若在 我宗门 怎会落得如此下场 什么意思 他早已经不知 去了何处了 文言 叶玄明白了 这尊雕像的主人 应该是早就离开 这片世界 也是 如果对方还在 如果对方还在的话 这个宗门应该不会落得 如此下场的 驼背老者突然看向叶玄 说 少年人 你来这是何意呀 寻宝 驼背老者 微微一愣 他没有想到 叶玄会这么直接 他打量了一眼叶玄 然后沉默了 叶玄说 既然前辈还在 那晚辈就告辞了 说完 他转身离去 如果没有人 他肯定要好好找一番的 看看有没有什么宝物 但既然有人在 他就只能放弃了 就在叶玄要离去的时候 驼背老者突然说 等等 叶玄停下脚步 转身看向驼背老者 嗯 驼背老者沉默了片刻 下一刻 他突然趋着一点 一缕剑光指展叶玄 见到这一幕 叶玄脸色微变 没有多想 他拔剑就是一盏 轰的一声 那缕剑光直接崩碎了 而驼背老者 则是难以置信地 看着叶玄 你 你刚才拔剑 你怎会这招剑击 一位前辈所传 驼背老者死死盯着叶玄 是不是他 叶玄点头 驼背老者 看着叶玄许久许久 最后 他笑了 天意呀 真的是天意呀 驼背老者看向叶玄 随我来 说完 他转身朝着外面走去 叶玄没有多想跟了上去 很快 叶玄跟着驼背老者 来到一条小河之前 河水清澈 水底是无数拳头大小的鹅卵石 叶玄不解地看向驼背老者 后者轻声说 剑衣和 我剑宗历代强者残武之地 河内聚集了我剑宗强者的剑衣 说到这里 他看向叶玄 你明白了吗 叶玄点了点头 明白了 多谢前辈 说到这里 他微微一顿 又说 为什么 驼背老者笑道 他既然将那剑技传与你 就证明你与我剑宗有缘 而如今 我们这片世界的剑宗已经没落了 这些东西若是没有人继承 那就真的要彻底消失了 而你有资格继承 叶玄沉默了片刻 然后说 不管如何 晚辈多谢了 驼背老者微微一笑 然后退了下去 叶玄走到河边 他盘坐下来 很快两种剑意出现在四周 善恶剑意 当两种剑意出现之后 河内突然沸腾起来 与此同时 无数剑意朝叶玄涌来 叶玄愣出 这事要做啥呀 就在这时 叶玄心中大惊 因为她发现 河内那些剑意 竟是要吞噬她的剑意 第一是 她的剑意出现之后 河内那些剑意 显然感受到了威胁 叶玄正要撤回自己的剑意 但她的恶念剑意 却突然朝河内冲了过去 很快 恶念剑意 开始疯狂吞噬那些剑意 而河内那些剑意 也在疯狂地反扑 直接打起来了 叶玄满脸的懵啊 很快 叶玄发现 恶念剑意 有些顶不住了 因为河内那些剑意 是太多太多了 而且都很强 因此 恶念剑意 有些难以抵挡 也还好 这些剑意 都是无主状态 不然 恶念剑意 恐怕是瞬间 便会溃败 此时想到什么 叶玄突然抓住 一缕善念剑意 怒声问道 你还不去帮忙 因为从一开始到现在 善念剑意 就在一旁一直看着 丝毫没有帮忙的意思 这太没意义气了 在被叶玄骂了之后 那些善念剑意 连忙冲了过去帮忙 毕竟叶玄是主人 他是不敢违背的 在善念剑意加入之后 场中局势又渐渐发生改变 不过善恶剑意 还是有些艰难 因为核内剑意 太多太多了 叶玄自是想到什么 连忙又说 先吞噬那些弱的 从最弱的开始吞噬 听到叶玄的话之后 恶念剑意 善念剑意 开始专门挑选 那些较弱的剑意 开始吞噬 就这样 两天过去 核内剑意越来越少 而叶玄惊喜地发现 他两种剑意 在吞噬掉那些剑意之后 竟然变强了 见到这一幕 叶玄有些兴奋了 就这样 大约三天之后 核内只剩下两种剑意 就是叶玄的善恶剑意 而此刻在吞噬无数剑意之后 叶玄发现 他的剑意 比之前至少强了数倍不止 这个发现 让叶玄惊喜不已 剑仙 有小剑仙和大剑仙 而他现在 应该是大剑仙 现在的他 若是动用仙灵剑 加上拔剑定生子 还有两种剑意 一般的原境强者 根本无法与他抗衡 就在这时 那驼背老者 来到叶玄面前 驼背老者 打亮一眼叶玄 微微一笑 你现在应该是大剑仙 仙子了吧 应该是 驼背老者 轻声说 老夫想请小友帮个忙 前辈请说 驼背老者 扫了一眼四周 轻声说道 小友日后若是遇到 传你剑技之人 还请告诉他一声 当年灭我建宗者 是婆娑族 此族在婆娑行狱 叶玄微微点头 若是能够遇到 此话一定带到 驼背老者 微微一笑 当年大战 宗内之前之物 都已经被掠走了 不过 在那大殿之内 还有异物 此物名为 剑弹石 对你现在 有着很大的拥处 你可取走 说着 他的身体 渐渐虚幻了起来 叶玄沉默了 其实 从一开始 他就已经看出 驼背老者是灵魂 而且还只是一缕灵魂体 严格来说 对方早已经陨落了 很快 驼背老者 就彻底消失在 叶玄面前 叶玄 对对面 微微一礼 然后转身离去 他来到之前 那间大殿 在大殿之内 他找到了 驼背老者所说的 那枚剑弹石 这剑弹石 只有巴掌大 握在手里刚刚好 而叶玄发现 在握着 这枚剑弹石的时候 一股极其强大的剑异 突然顺着剑弹石有出 最后汇聚到 他的手臂之上 这股剑异 一点不比 他的善恶剑异弱 好东西 叶玄有些兴奋 因为有这枚剑弹石在 就意味着 他伸展的剑技 将会有三种剑弹 加持 战 现在的他 就想找人一战 似是想到什么 他突然说 嫌恶多 你出来 我们单挑 剑字在弹上说 你进来啊 叶玄冷哼了一声 进来就进来 你以为我怕你啊 说着他就要进去 而这时 二楼大神突然出现在 叶玄面前 接着 二楼大神一巴掌 就拍在他头上 砰的一声 叶玄直接飞了出去 二楼大神冷冷看着 远处地面上的叶玄 进去 你是猪脑吗 你若进去 那女人吹口气都能弄死你 叶玄有些不服 摆脱我现在也很强的 好不好 二楼大神诞上说 是吗 那接下来就让我看看 你有多强 说完 他直接消失不见 叶玄有些懵了 什么意思 下一刻 他脸色不然大变 猛然转身 顺心之后 他竖起了双手 投降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下集更精彩